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学期已经进到了中间 开始到要结束 我以前一直认为 每一个月应该上三个礼拜 然后休息一个礼拜这样 因为这样子大家会更有精神 不然的话我当老师 我有时候上到中间 就有一点没力的这样 开玩笑说叫做没力使脆脱 非常没力这样 那大家都相信你一定要做满时间 这是一个错误的概念 就像三堂课好像都要觉得 要上满三堂 你知道到三堂 很多人血糖也不够了 然后体力也不够了 什么都不够了 第三堂效果其实很差的 这不是只有同学这样 老师的情况也不会好到哪里去 这样 好了 那这个 我们再来讲这个笑话采集 这样 第一位是男性22岁 个性聪明细腻敏感 你觉得这跟个性有关 好第一个 马英九最喜欢哪部小说 精品没 这已经是上个月的事情了 这个月 这个事情好像又没了 第二有一天老师问大雄 如果你有十元 再跟胖虎借九十元 那现在你有多少钱 大雄说零元 老师很生气的对大雄说 你根本不懂数学 大雄很生气的对胖虎说 应该是大雄很生气的跟老师说 你根本不懂胖虎 对不对 你打错了 第三 有一天一位病患跑去找医生说 医生医生怎么办 我的胃好像坏掉了 我吃香瓜拉香瓜 吃西瓜拉西瓜 医生我该怎么办 医生很冷静的说 那你只能吃屎了 你看我教那么多年书 终于研究出来 讲义应该放在外面 我以前的讲义都放在地上 像自助餐一样 你就走一排 你就直接 就不会影响到这个空间 你在外面 反正外面很少人在外面 而且不知道为什么 这场这楼的那个人 好像都不下课 我每次下课 别人都在上课 然后我们在上课 他们在下课吗 很奇怪 好 他在分析这三个小 第一个叫喜欢的三则笑话 属于需要先了解型 例如第一则 需先要知道 马英九跟王金平的斗争 活在台湾都知道 将来看电视的人 大家就不知道 第二 需要先知道 大雄跟胖虎 在漫画中的关系 第三则要 第三则是要 是在要拉屎 所以吃屎的逻辑中 这种逻辑 世人都会有 第二位 女性21岁 个性大致若于 不计形象 就是邋遢的意思 考试前 小明跟小美说 唉 待会考试我都不会的时候 会对你大抖角 你再给我瞄一下喔 结果考试的时候 小明真的一提都不会 就对小美一直抖角 抖着抖着 小美传来 喵 喵 喵 这样的声音 我叫他给他瞄一下 所以这个 就像有一个笑话 跟这个是一样 就是有一个男朋友 骑着机车 带女朋友去加油 结果到了家段 前面那个男的 那个安全帽掉了 他就跟他的女朋友说 等一下我去捡安全帽 你替我加油 结果他就去捡安全帽 结果就在捡的过程里面 就听到他女朋友在那边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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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我每次讲完都觉得 这样好像很欺负女性 应该换过来讲 第二个笑话 有一个人的名字叫做爽 有一天他死了 他家人这些伤痛欲绝的 在上里哭着 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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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人听到的 他觉得很奇怪 问发生了什么事 他家人哭着说爽死了 爽死了 这样啊 台湾地上不是有个名人 叫林爽文吗 我不知道他葬礼的时候 发生什么事 啊 又来大嘴鱼的事情 这已经讲过了嘛 不过因为我现在 终于知道大嘴鱼 要怎么讲这个笑话 那天助理有教我 说讲的时候要嘴型很重要 有一只大嘴鱼 快乐在海底游着 穿越鲨鱼 怎么一下就遇到鲨鱼了呢 你也太快了 不是最后才碰到吗 大嘴鱼就问 鲨鱼 鲨鱼 你最喜欢吃什么 鲨鱼 鲨鱼 你最喜欢吃什么 鲨鱼 鲨鱼说最喜欢吃大嘴鱼 就大嘴鱼 就从大嘴鱼说 因为小嘴鱼说 哦 然后就快速游走了这样 然后又遇到了钢鱼 这是念钢吧 一个鱼一个弓是吧 烘鱼 那旁边就写个烘算 中国字很讨厌 有编读编 没编自己编 没编的时候 百分之五十机会 你会读错 鲨鱼 虽然遇到鲨鱼 大嘴鱼 开心向你打招呼 嘴巴紧缩说 鲨鱼 你最喜欢吃什么 鲨鱼说 当然最喜欢吃小嘴鱼了 于是大嘴鱼 忽然发现鲨鱼 从另外一侧游过来 所以大嘴只好 只好 这时候只好 哦哦 头来回摆动 加上嘴巴一大 就想哦哦 你们就耍我吧 好吧 第一则跟第二则 属于谐音类型 由音相同 意不同的意思打错了 来制造笑点 第三则属于动作型的表演 必须透过肢体表达 才传达出笑话 下次哦 我想再教这本课 我就叫同学自己上来讲 你自己来演 我这样太亏了 第三位 女性二十岁 个性乐观开朗 古道热场 你写了个性 可是你也没讲 她这个笑话 跟她个性 有什么特别的关系啊 所以你这个资讯 有时候是多余的 你也没讲到她二十岁 但她二十岁 跟她讲这个笑话 有什么关系啊 所以你列出来这些资讯 跟下面的这个都是没有关系的 那只能代表说 你访问过一个人 那你也许 写她的身份证字号 或手机号码 会比较正确 写个性 这人也是大嘴鱼 这个大嘴鱼也是 第一个就遇到鲨鱼 那跟前面是一模一样 为什么 这两人是同一个人嘛 第二有一天老先生 哎呀这个是老梗了 老先生带着母鸡走着 在过河的时候 不小心将手 尸首将母鸡掉入河里 这时候湖中女神就出现了 说请问你钓的是金鸡呢 还是银鸡 老先生说 不不不我钓的是老母鸡 湖中女神哎呀实在太诚实了 所以金鸡鸡都给你吧 在一旁老婆婆看到以后决定笑法 隔日老婆婆带着鹅出去散步 在壳中就把鹅推进水里 结果鹅就游走了 这有那么好笑吗 因为每次我讲湖中女神的笑话都 都讲到嘴巴快烂掉了这样 然后还包括什么iPad掉到水里啊 或者Sony掉到水里啊 结果Sony的剪得到 因为iPad那个湖中女神就 谁叫你买iPad这样 哈哈哈哈哈哈 因为Sony掉到水里半个钟头 号称不会淹水 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半个钟头 他忽然间醒了嘛 啊 这里是水 第三有一个人在图书馆 有一个人在图书馆时 在墙壁上发现个洞 他为什么在图书馆的时候 发现墙壁有个洞 他不好好念书嘛 里面还数着14点14.14 这时候那人非常好奇 所以向前探去并将眼睛往洞里看 他让眼睛被戳了一下 之后洞里传来15.15 15.15什么意思 这笑话说起来其实都不好笑 但是第二个人家笑得很开心啊 讲者总会不自觉笑起来 重点在于肢体跟脸部表情配合 第三个笑话有个洞 然后进去以后被人家戳了眼 那15.15什么意思啊 15.15什么意思 本来是14.14 没人知道 好吧 写的人知不知道 等下告诉老师一下 这有点 好总结 三位讲者总男生的个性最内裂 所讲的笑话属于冷静派 男生是 金平梅那个 所说笑属于冷静派 其他两个都是个性开朗活泼 第二位重视声音 第三位肢体动作 肢体活动大 表情特别多 14.14跟15.15 好吧 我的三个笑话 以下皆为黄色笑话 他自己说自己个性 女性二十岁个性古怪 爱恨分明且细腻 好 这个要打上那个18禁 有一位小妹妹下面长了阴谋 这种开头蛮怪的 他就很慌张跑去找妈妈 妈妈跟妹妹说 意思说青春起的时候啊 身体上的变化 这是一件关于成长的事情 你应该为此感到骄傲 不要担心 你很棒 他其实就像是你下面的小猴子 长了头发而已 啊 妹妹听完以后 开心跑去找姐姐说 姐姐我下面的小猴子 长了头发了耶 姐姐一听很不屑 还想想说小屁还讲什么东西 所以就说 哼你下面猴子长了头发 我下面猴子小猴子都会吃香蕉了 哦 好对不起 第二 小明跟小华是一对恋人 而情侣久了总会遇到 是否该到性的阶段 小明很想 因为很想 所以一直跟小华要 小华很犹豫 最后跟小明说 不然我帮你blow job好不好 小明一听很生气的说 我妈妈说不能插嘴 他夸号写耿一 好 还有 还没完 之后小明还是非常想要 又跟小华提出性要求 小华犹豫一下 我帮你hand job好不好 因为小华没有经验 就问他的好朋友hand job到底怎么做 小华就说很简单啊 你就当作是番茄罐一样的使用就好了 就隔天小明为红肿疼痛去诊所 因为小华动作 这要想的 老师不太适合做出这动作了 老师做完了可能明天就被台大解聘 你这样设计老师 第三 请问画家的先生该从事何种行业 插画家 分析我个人因为性情古怪 所以比较偏好能道点的笑话 你还蛮古怪的同学 笑话那么多偏要长这几种 一种幽阻在幽默跟下流中介的感觉 同学 这个幽默很少 下流比较多 因为我认为这才是最高境界幽默 多一分则恶心 少一分则无趣 不过你还没听过恶心笑话 那我等讲都讲不出口的 额外 还有宋的 女性20岁个性懒散随性 哀嚎自由无所争 有些小明跟小美说你美爆了 结果小美就爆了 分析如此简略还算有力的笑话 真的非常符合我个性懒散随性的友人 女性21岁个性贴心吵闹 害怕寂寞 小明是个喜憨儿 他父亲因此很不喜欢他 所以决定遗弃他 首先父亲将小明带到桃园 就各天小明就自己跑回来 父亲再将他带到离岛 结果小明还是自己跑回来 父亲这次决定带到国外 这样小明就回不来了 有一天一大群粉丝在机场等着 Lady Gaga 他们大声的呼喊 Lady Gaga Lady Gaga 结果下来是罗志祥 粉丝们人不死心的等候 Lady Gaga Lady Gaga 结果下来是周杰伦 粉丝依然不死心的答案 Lady Gaga Lady Gaga Lady Gaga 这时候下来是小明 Lady Gaga 这时候下来是小明 Lady Gaga 因为看到听的人最后露出莫名其妙表情 对他而言才是最开心的事情 好了 真是奇怪的人 Lady Gaga Lady Gaga 刚刚那个是国骂 所以不能讲出来 女司机的大龙说 你 我看你 从哪里掏钱 那他没穿衣服 所以不知道怎么掏钱 所以司机是担心钱的问题 他以为他占他便宜 2 假 到底坐前座的人 能看到后座的多少的东西 我每次看计程車讲话 他都看着镜子 我刚才都看他的后脑巢 他发现好像他都看镜子 那我就看镜子 那我就看镜子跟他讲话 所以我就 我已经好久没开车了 所以我不知道到底坐前座的人 能看到后座的人 上半身还是下半身也看得到 有人马上知道答案了吗 好吧 请问一下假 请问一下医院怎么走 你说很简单 你现在闭着眼睛走到马路正中央 然后停一下 大概10分钟就会到 这太狠了 第3 有个老头去看医生 告诉医生他肠胃有问题 医生问他说 你的大便规律吗 老头说很规律 每天早上8点钟准时大便 医生说 那么你还有什么问题 老头说 问题是我每天早上9点钟才起床 这还不错 社老师快到这种情况 朋友2 一位救生员向一个勇客抗议 我已经注意你三天了先生 你不能在游泳池小便 勇客说 每个人都在游泳池小便呢 救生员 救生员 但只有你是站在跳板上 这不错 这蛮有画面 他万一是小孩人家就算了 还可以在比利时 再给墙角给他弄一个那个 所以比利时人对小孩小便 显然是比较 比较那个 这就为什么他没有发明尿布 你想一个尿布的logo 是一个小便男孩 增掉屋迈的出去吗 可能可以 第三 阿平说 阿平为什么叫阿平呢 奇怪 为什么男字上面是个田呢 阿灵就说 因为狗兆的男人都在田里面工作 阿平说 那为什么男人下面还要加个利呢 阿灵就说 笨蛋 男人下面没有利还叫男人嘛 这也蛮好笑的其实 第三 某大公司老板 巡视仓库 发现一个工人 坐在地上看漫画书 老板在偷问工人 在工作时间偷懒 便问他 你月的月薪多少 工人回答 三万 老板立刻叫秘书 发给工人三万 并着工人大叫说 拿了钱给我滚 最后老板问其他资源 那工人是谁介绍来的 资源说 他不是我们公司人 他就其他公司派来送货的 真蛮好笑的 可怜的老板 朋友三 有一个罪鬼回家 爬到床上叫醒老婆说 亲爱的 我们家闹鬼了 老婆坐起身来说 你说什么 罪鬼说 我刚回去上厕所 才一开门 灯就亮了 他老婆说 真的吗 他用电子说千真万确 老婆想一想说 你是不是还有感觉 阵阵阴风吹出来 他对妈说 对啊你怎么知道 老婆哼哼他打了一巴掌 死鬼 你三次喝醉的尿在冰箱下面 尿在冰箱里 第二大学生 各位有一个不是笑话的情况 有些人 老人特别是男生 男的老人 得了老年痴呆以后 有人会在家里随地打小便 告诉你是希望你将来万一碰到 不要太惊慌 是有这样的事情 他不喝醉也一样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好 回到这笑话 大学生说 妈我今天遇到了大熊 吓我一跳 母亲说 是哪个大熊啊 大学生说 高中的时候的大熊啊 那时候我们两个在同一班级 他那时候跟我都想进医学院的那个大熊啊 母亲说 可是那人不是考了几次都考不上来自杀了吗 大学生说 对啊今天我解剖的尸体就是他 这蛮黑色的游户 好 第三 恶邻居 假说 我家新班的邻居好可恶啊 昨天晚上三更半夜夜深人静的时候 竟然跑来 猛按我家的门铃 你说 的确可恶 你有没有报警啊 假说 没有 我当他是疯子 他继续弹我的钢琴 好 他的笑话 这个同学的笑话 一倒数计时 这笑话还有还有标题的 有一天一名癌症病人要去复诊 医生垂头上去跟他说 有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 好消息是知道你还能活多久 坏消息是我昨天忘记告诉你了 病人迫不及待多久 医生说三 我说三什么 三年三个月三天 医生说三二一 好狠啊 真是太狠了 我希望我的医生不会这样跟我说 他说不会啦不会 不会有三啦 十啦 九八七 担心过度 这个题目叫担心过度 你把它打在一起 我以为是连起来 一对夫妇投诉旅馆的时候 老婆想要洗澡 却担心的对老公说 看报道某些旅馆或饭店都会藏 有隐藏式摄影的录影机 万一真的被拍到该怎么办 老公一脸不屑的回答说 放心你这样的身材即使被拍到 也会被剪掉的 第三叫国民教育 小学开学了 刚满六岁的东东不肯到学校注册上学 妈妈向东东解释法律规定 小朋友年龄满六岁 就要到学校上学 一直到十五岁 最后东东终于在学校的书桌面前坐下来 眼睛寒着泪水对妈妈说 等我十五岁的时候 你会记得来接我吗 那我们那个有关校画的历史的部分 大概今天就可以结束 我们剩下就是林语堂跟前宗书的两个部分 那林语堂呢 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就讲过了 他是这个 幽默这个两个中文字的一个创始人 那在台湾呢 他被称为幽默大师 因为他一直跟共产党关系不太好 所以这几年中共才开始有出版他的东西 好 那这个有一篇文章 他叫做幽默与宇妙之讨论 宇妙是另外一个人 他的朋友 希望把humor这个字翻出来 我个人认为 宇妙这个字是比幽默这个字 在中文的字译上要好很多 那幽默是因为大家约定俗成了 所以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那他的朋友李青崖 就写信来说用这个来翻译 林语堂的回信 在176月下面 林语堂就说 第一语妙含有口辩随即应对之意 尽于英文所谓的wit 即略限其用法亦可 他也不是不赞成 也不是不赞成 那他呢就讲到他的理由 说幽默的二字本未纯粹意因 这只是翻译他的因 因幽默含有假吃假呆的意思 看起来很呆 其实是不呆 作语隐虐 这个虐呢 中国大陆念成削 他说基本上 这个我们在讲的文心雕龙 有一个隐 邪影篇 有个邪影篇的那个隐 一样 他令人尽忠寻味 果读者听者 读者听者有如子承子所谓 读了全然无视者 亦不必为之说揣 全然无视者听完 也不知道在听什么 像我们刚刚讲的笑话里面 同学收集的笑话里面 有一些我们完全不知道 梗在哪里 结果他竟然说 就是那个人就喜欢看人家 都不知道为什么 然后他会很高兴 好 那另外呢 他说此为牵强说法 他论其详 humor 他用的是英文的拼法 所以多一个you humor呢 本不可译 唯有译音的办法 中国在隋唐时代 或是更早时代 就开始翻译佛经 翻译佛经呢 就碰到了这种外来语的问题 然后当时就定了所谓的五不易原则 有五个情况之下呢 这样变成三 五个情况之下 可以不翻译 其中一个就是我们本国语言里面没有的 然后对方国语言有 那你就干脆用译音 像我们现在知道的阿弥陀佛 就算是译音 原来没有 但现在讲久了 阿弥陀佛好像就变成一个正常的中文 你一般字典都可以查得到 所以这有历史的演变因素 所以呢 华语中言古迹词字 华语 华语现在呢 因为这个海峡两岸的 还有这个 海峡 这个不是海峡啦 世界上这个华人的状态的多样性 所以呢以前 Chinese一律都翻成中文 那现在为了适应这复杂的国际情势 就翻成华语 就不是中文或中国话 或者中语这样 所以叫华语 连这个台湾现在有的叫华语文中心 都不讲叫做中文中心 或者怎么 就是这样 因为新加坡人也用华语 你说新加坡人讲中国话 这对新加坡人来讲 是一个很大的这个 政治上的一个侮辱 那你在台湾你说你讲的是中国话 台湾很多人也不会高兴 连张璇弄个国旗都变成台独 那这个台独的意义 真的是变成很宽广 那中国人认为 自己是中国话 别人就不是 或者像的都是 这会引起一些 这个叫做文化政治上的问题 所以比较好的沟通方式 就变成华语 我原来以为华语这两个字 是最近的事 就是看这林语堂文章 哎呦 华语堂的时候就有用到 所以有时候只是 是英文Chinese的翻译 Chinese的意义就非常的广 你要翻成政治上的中国也可以 翻成文化上的中国的也可以 你翻成语言上的中国的也可以 那在中国的人这部分 刚好这没有重叠 你在别的地方可能有重叠 那中国并没有重叠 德文也是 就German 德语 其实有地方也讲这样的话 但它不是德国的 像瑞士也讲 有些地方 在哪里有地方也讲 法语也是 所以这跟这个殖民地时代的传统 有一点点关系 还有民族的拓展有点关系 这些都是历史因素了 好所以华语中古迹 那叫古迹图梯 这是在比较早的说法 辉谐 现在还有在用 用比较少 曹 曹 曹 虐浪 嘲弄 凤 凤 这个凤凤 笑 激 奚落 调侃 取笑 开玩笑 细言 梦浪 荒唐 挖苦 揶鱼 俏皮 恶酌剧 旁敲击 这是民国三十几年的中文世界 华语世界 你大概能找到的相似的词汇 有这些 那现在包括英文出现的叫practical jokes 你不能说 哎呀他真的实际的笑话 very practical practical jokes 不是实际的笑话 就是恶作剧 不是有恶作剧之吻吗 那这个恶作剧他还没写进去 他说表现的呢 他说 燃接或者尖刻 或者流于放淡 未能表现宽宏田径的幽默的意思 所以幽默呢有一个比较好的意思 据林语堂的说法 犹如中文中的敷衍 热闹等字 亦不可得西文正当的异语 我在替学生写介绍新的时候 最麻烦的字就是学长 每次我想学长要怎么写啊 我就想办法把它绕过去 就不要写学长 这样 我为什么要念书呢 念贵校呢 是因为学长推荐我这样 同学有时候 老师学长怎么翻译 我说很难翻译 最好不要翻译 最好不要这样想 就说有一个已经毕业的人 Senior to you 那种人 只能这样讲 反正怎么办呢 有些东西很难很难翻译 这就是实际上生活里面 我们讲的太习惯了 叫学长 日文有 你跟日本人讲很容易 你跟其他人讲很不容易 尤其美国人没有学长的概念 他有学长这种事情 但是那个对他讲不重要 你想那个文化里面 到底是哥哥还是弟弟都不重要 你学长算的什么呢 他说我brother 那你自己看嘛 谁比较老嘛 对不对 然后你就开始侮辱人家嘛 哟你竟然是弟弟啊 你怎么看起来比你弟弟还老呢 比你哥哥还老 对应该是这样讲 你看我都讲错了 你看 好 他最近呢叫虐而不虐 这个大陆翻译 念成靴可能就比较容易 靴而不虐 我们是虐而不虐 我在念高中的时候 还常常听到这样这句话 现在基本上没听过 所以有存忠厚的意思 你开人家玩笑 不要开得太刻薄 不要把人骂到一文不值的地步 千万不要这样 他说呢 幽默之所以异于荒唐 古迹荒唐者 幽默又跟古迹荒唐不太一样 一在于同情于所虐之对象 幽默对那对象是同情的 人有弱点可以虐浪 即有弱点 亦应解嘲 思取得幽默的真意 但是若单尖酸刻薄 已非幽默 何足 有何足取 所以幽默有一个道德上的意涵 是道德上不能够对人太刻薄 不能对人刻薄 第二 幽默呢 非古迹放弹 故作其语以绚人 不是故意的 也不是做一些很奇怪的话 乃在于作者 说者之观点 与人不同而已 幽默家 世事查悟 并先另聚之眼 从不同的角度来看一件事情 不肯英雄 落人苛咎 不跟一般人一样 这还是没有乡民的时代 你们现在有乡民一堆 每天你上网一看 你还有什么意见 能够超乎于现有乡民之外 实在是很不容易的 很多意见 人家都已经先讲了 你顶多就跟着 跟着大家起舞 你很难有自己的意见 好 那 部落科就 而后发言利论 自然新颖 以其新颖 人税绝其古迹 所以古迹跟新有关系 若利论本无不同 故为荒唐放弹 在字句上推敲 不足与幽默 所以对他来讲 那种字句上的堆砌 都不算幽默的 不过这是林玉堂的想法 我们只是让你知道 最当初的时候 他们提倡幽默的时候 是想怎么想的 当然后来的人 不一定跟他们想法是一样 若利论本无不同 故为荒唐放弹 在字句上不足幽默 这刚刚讲过 对不起 幽默中有智理 此语得之 中国人之言幽默者 每些世人以荒唐 少能装邪并出者 装邪并出 就是严肃跟幽默 夹杂 很少有人这样 少数人呢 讲幽默的事情 就已经先笑 让你知道 这个情境是一个幽默的情境 有些人呢 讲笑话就是那种冷面笑匠 那你就搞不太清楚 他是真的这样想 还是他在讽刺 好 那中国之言 古迹者 每些世人以荒唐 少能装邪并出 在艺术上 输为幼稚 中国人最富幽默 虽勇于私斗 也爱自必报 也爱自必报 就是小仇恨 他也一定要搞你 极欠幽默之态度 而缺于公愤 由对于国家大事 纸上空文 光样文章 社章功法 莫不一笑致之 此乃中国特有之幽默性 这就在讽刺中国人 中国人勇于私斗 缺于外物 对外国人没办法 对本国人极劲 这句话我从小听到现在 还是有人觉得 这是中国人的 这个国民性的问题 我在大陆也听说过 人家是这样 那在台湾也更多人 我这五十多年来 都在听这样的话 可是我觉得 全世界应该都差不多吧 这应该不是只有某一国家 的人是这样 好 那中国文人呢 具有幽默者呢 如苏东坡 原子财 原子财就是原媒 如正板桥 如吴志辉 吴志辉是党国元老 写了一本很少人看的书 叫《上下古金坛》 介绍好像是当时的科学知识 可是吴志辉最有名的故事 是因为他是蒋经国的老师 那因为蒋经国写文章纪念他 所以吴志辉别的事情没人知道 就是他什么 人家送他一尊轿子 他就把那个轿腿给锯断了 在家里当成座椅来做 还有这是蒋经国写的文章 我们以前一定要念的啊 还有吴志辉的另外一个故事 就有人来请他写推荐信 觉得他写推荐信有用 他就逼不得已帮人家写了 写了以后 等那个人拿来的信走了以后 他又马上写一封信 给同样的那个人 说对不起啊 刚刚那个人来求我 所以我必须写 但是那个人到底你要不要用 你自己看着办 所以他推荐信写两封 各位现在找了老师去写推荐信 大部分老师呢 都会答应 小部分老师会比较有条件 比如说你一定要学我的课 你一定要怎么样 一定要怎么样 这样啊 很多学生竟然还会很担心 答应帮你写推荐信老师 写的不好 美国老师大概会 因为你要写推荐信 你自己就要衡量嘛 我找他写 他到底认不认识我 能把我讲的多好 可是在台湾呢 很多人因为没这个习惯 所以写推荐信变成是一个 老师一定帮我写 而且老师一定帮我写的很好的 这种方式 有一年有一个人就来 就来找我写推荐信 我这个人是一日为师终身服务啊 所以你找我写 我当然就把你写啦 我通常会跟你谈一谈 看过你的资料 然后把你美化美化嘛 对不对 反正是我的学生嘛 学生都有进步的空间嘛 我尽量跟美国人学嘛 看你的潜力 不看你的实力 看你的实力 你哪有什么可以写的东西呢 对不对 你的潜力那就无穷了 你的潜力就等于我的想象力 懂吗 那一样的东西啊 一样的东西啊 结果那个同学不同眼就来了 来又说老师 你答应帮我写推荐信 非常感谢你 我说好啊 他说老师 这是补习班的样本 是不是请你参考一下 我就勃然变色这样 我想你补习班的人 他什么学校毕业的 我什么学校毕业的 我写推荐信 还拿补习班的样本 你也真的是太小看我 这都在OS 知道吗 结果本人那时候就说 这样子啊 我不参考别人的 我自己会写这样 他说老师 但你不要把我写太差哦 呦 开始要求要把他写很好 那你真的很好吗 这也都在OS 懂吗 然后表现还说 这样那我就多了解你一下啊 我就讲完了 我觉得也不怎么样 然后呢很多人被这个 代办中心骗啊 为什么会被代办中心骗呢 我说很简单嘛 他不是有意骗你啊 他没出过国嘛 代办中心的哪一个人出过国 他出过国他可能那个 第一个他没出过国 第二个他出过国 他念的学校有我好吗 这不是我在碰轰 你的视野小 你真的人生就很窄 你念这个大学 跟你念别的大学 真的就是不一样 虽然有人念完没叉 那是台大最大的侮辱 就念完了没叉这样 进来前进来后 照两张像发现没叉 这就很糟糕 我觉得大家进来前 应该在入口处照一张像 懂吗 台大校我们不是有一个 是车子入口的吗 出去的时候在出口处 照一张像 然后我觉得每个学生 都应该有一张 进来前进来后 然后毕业的时候 就把那两张照片贴在一块 看有叉没叉 你好歹吃胖一点了 我们学校游用的不太好 我知道 这也可以给你 作为控告学校的根据啊 不然每次都 每个人都没有对照 进来前进来后 好anyway 所以他就叫我要参考那个人 我说对不起啊 我念了学校 你知道老师念哪个学校 我就跟他讲一下 就秀了一下这样 说哈 老师你念那个学校了 我说对啊 太空说都用了学校命名的 我说那那个代办公司没出过 你还叫我参考 万一参考 然后不上你怎么办 然后他们骗你们说 都骗当时啦 至少现在怎么样 我不知道 骗当时申请的同学说 哎呀你大概申请中等的学校 没问题啊 申请比较好的学校 我们没有把握啊 我想那因为他没出过国嘛 去他那代办公司办的人 有多少是这些大学的人啊 以前我们这种学校 人不会去找代办公司的 你干嘛找代办公司 你申请就一定有啊 你是世界一流学校 算交出来的学生 你干嘛跟23流的人比 23流申请到23流的学校 那是差不多的啊 龙生龙 凤生凤你知道吗 龙的学校收龙的残忍 凤的学校收凤的残忍 老鼠学校收老鼠残忍 一样的逻辑 可是因为他们帮别人办 他就以为全部人都一样 那你到时候都找到他那去 他能申请到多少的学校 所以申请中等的学校没问题 所有这个学校 生理美国中等的学校 都一点问题都没有 不是因为他帮你办的好 所以我再问了一下 他收多少钱呢 那时候大概收2万块钱 然后我就OS 不小心就脱口而出了 就不是OS 我说那你给老师2000块 老师一样帮你办得到 脱口而出 然后一听讲出来 马上又收回来 说对不起老师开玩笑了 久等了 自己就赶快画一个这种休止符这样 脚底画布这样 五下小说里面讲 这样 还好学生没真相信 不然他就拿2000块给我 那我这辈子一世英明 不就垮在那2000块吗 好歹拿个20万再跑也可以嘛 对不对 拿2000块就一世英明就毁了这样 所以后来我就自己写 就没有拿 他还非常不安呢 他极度不安 好像说奇怪 老师你不照着写 到时候生意不到 就完全被那个待办公司吃得死死这样 已经念了这个学校 你不要辜负这个学校 可以给你的最好的资源 其实最知道这学校好处的人 绝对不是本校的学生 最知道这学校好处的人 和坏处的人 就是交换生 因为他来时间很短 他可以跟别的地方比 你这个学校的人 没办法跟别的地方比 你怎么跟你的高中比 你的高中是什么好比的 那完全不能比嘛 高中嘛那怎么比呢 就像金桔跟茂骨干一样比 那怎么比呢 金桔有金桔的好吃 但是那金桔就是小嘛 懂吗 高中当然你的高中是不错的 但是高中 不错的你就不要念大学了嘛 很多电影明星都没念大学不是嘛 人家不是也好好的 都演大学生 都演得很好啊 你不需要经验啊 你真的需要经验才能演大学生吗 你还看了小时代一跟二这样 那真的需要大学生才会演出 小时代那样的人嘛 你这长得漂亮就看起来就像大学生 那你到大学去看 没有人长得那么漂亮 没有人那么有钱啊 没有人那么夸张的啊 好吧 接下来 177他有一篇文章 是1934年文章 叫论幽默 那幽默是怎么产生的呢 那幽默本是人生的一部分 所以一国的文化到了相当程度 必有幽默文学出现 那时候人都相信这种东西 我一直相信 只要有一天有一个人滑倒了 幽默就开始产生了 原始人有一个人第一天踩到香蕉皮 那就开始幽默了这样 一定会有这样的事情 小朋友一出生 看他为什么会笑 那小朋友很多笑都跟大人扮的鬼脸啊 做的某些愚蠢的事情大概有关系的 好 你看猫基本上不会笑 可是在那个爱丽丝梦游仙境里面 那只柴俊猫就会笑 所以后来很多人要想去办法 画出一只会笑的猫 就画得非常的可怕这样 我自己养猫啊 我看我的猫从来不笑 我养过多少只猫 要他们笑一下 那真的是比这个叫什么 包四要笑一下还困难 包四后来毕竟还是笑 我的猫到死都没笑过 好 死了好几只猫都没笑过 好 那幽默跟庄子是中国幽默的始祖 所以我在教课的时候有教到 另外他觉得有这个叫警院派跟超脱派 那讲哪些人呢 说战国之众魂 鸦入鬼谷子存于昆 鬼谷子我没教 存于昆有教 也具有古迹雄辫之才 这个才可能打错 应该是才能的才 多了一个被子 那这时中国之文化及经济生活 却乎是精力饱满放出异彩 九流百家相继而起 如满庭春色奇花异会 这就是在写文章 你知道吗 赚稿费嘛 把这话都堆上去 各不相磨 而能自出奇态与争言 人的智慧在这种自由环境空气中 各疏灵性发现光大 人的思想也各走各的路 各物穷离各逞齐齐 齐则便便则通 固无酸腐气象 在这种空气中自然有景怨跟超脱两派 杀生成人灵微不惧如莫敌之徒 或是如冠如福一味做官如儒家之徒 这是景怨派 这是景打错的 应该是前面颜字旁的景 拔一毛衣立天下而不回 如羊珠 或者必喜仁义 决胜弃至 看穿一些如老庄子 这超脱派 有的超脱派幽默就出现了 好 那一个相关的话题就是 到底政治自由会造成比较多的幽默 还是政治的压迫 会造成比较多的幽默 以前有人像林玉堂这说法 多半趋向于自由的情况下 才会比较多的幽默 但这个如果是多跟少 那当然你需要统计的证据 没有统计的证据 这都是随便说说的 那如果论幽默的出现 不管什么情况 因为只要是人生 大概都会碰到幽默的情形出现 我想地狱也要有地狱的幽默 很多人在职场中工作非常的辛苦 然后碰到职场老板的嘴脸 那还是有人画出四个漫画 来表现出职场的那种 讽刺职场的那种 不是只有半哲之术可以讽刺而已 那另外呢 道学派跟幽默派 他是非常主张这个道家的 这个我就不多说了这样 总而言之 178页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 它的区分 中间的部分 我们有加上阴影的 所以幽默呢是温厚的 温厚是温柔敦厚的简称 温柔敦厚 超脱而同时加入悲天闽人之念 就是西洋所谓幽默 那积谨犀利奉刺 西文为之欲踢 欲踢就是wit 所以这里面它是有区分的 我们这张课为了能够涵盖更多的东西 所以并没有做那么明确的区分 所以呢这是幽默 是这样 所以有悲天闽人 所以还是有一个道德的意涵在里面 这大概是中华文化传统里面 从我们讲到现在 一直不断出现的主题 不然的话就是刻薄的 你讲一句话 完全没有同理心 完全不站在这个受害者的立场 或者这个弱势团体的立场 你大概就不是算幽默的 好 那最后有一个概念呢是不错的 我个人觉得非常欣赏 178页下面 所以人生啊 永远是充满幽默的 犹如人生是永远充满悲惨 幸运等想象的 因为这些东西都是幽默的来源 所以有人生就会有幽默啦 所以跟什么派 只是出现什么派的问题而已 179页这里 他有讲到当时的一个人叫Meredith 好像是George Meredith 他有一个说法叫Comic Spirit Comic Spirit呢 早期谈幽默的人 尤其从文学立场 谈幽默的人 他谈了很多 那他这边的翻译叫做排调之神 这是当时的翻译 那这边有一个比较长的解释 那他的对于人命的翻译呢 有一些跟现在都不太一样 譬如我们现在习惯翻成佛洛伊德的人 他那时候翻成佛劳特 李宇棠呢是莱比锡大学的文学博士 在他那个时代到德国去念书 能拿到博士学位的真的不太容易 我们台大的老校长傅斯年 在欧洲游学了半天 一个学位也没拿到 就回来了 然后因为因缘际会就担任了 这个中华民国的教育的高层的官员 包括在中央研究院成立的历史语言研究所 到现在都没有人敢废那个所 已经没有人知道 为什么历史语言会合在一块 除了念历史人知道以外 很多人都不知道 那就是一个时代的残余 那时代跟外国人学 那跟德国人学 德国那时候有那个东西 就变成有那个东西到现在 所以那是一个历史残疾 那这样的人来领导台湾大学 所以台湾大学必然的 会有一个历史的痕迹在那 所以后来的校长就没有一个能够超越他的 那台大就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我们到底要走向什么方向 没有人知道 以前还迈向世界一流 至少你自居二流 现在呢要从哪走 没有人知道 没有人知道 好 这个大家就跟着大家跑吧 将来万一学费又不管治了 第一件事情台大要做的就是涨学费 涨学费到底涨到哪里去 到现在为止还是很大的困惑 各位的学费单上只有一项 就是多少钱 我以前各大的学费至少有两项 一个就是你的学费 一个叫做你的图书费至少有两项 所以至少你的图书费多少钱 都交给图书馆去买书去的 这是很清楚的 一毛钱都不会用来 所以在美国的图书费非常的贵 你现在完全看不出来 你台大多少钱是用在你的图书费里面 所以呢台大很多东西买不全 买不全 因为图书经费不够 在美国 我念书的时候就没这个问题 美国有非常好的interlibrary loan 在美国你只要做研究 图书馆没有 你跑到interlibrary loan office 它四到六个礼拜 就会把你要的资料要来 就算是在苏联 他也把你借来 如果是文章 他就在别的图书馆把你引印来 我自己在图书馆打工 一毛钱不要 说真好一毛钱不要 不是 因为你已经交了钱了 而且你交了很多钱 你不用是白不用是活该的 那是你一定要交的钱 台湾刚开始interlibrary loan的时候 也是你要用的时候才交钱 就不太有人用啊 很贵啊 如果你先收了钱 叫他来用 他就很会利用啊 你懂吗 就吃到饱的逻辑你知道吗 这五百块吃到饱 五百块才贵 那有人就傻傻的 专门吃那个叉烧包啊 那马上就饱了啊 那有人就吃那种 单项产品很贵的啊 行家都吃什么 生蚝啊 那个很贵啊 所以到吃到饱 也有人是那种 试货的那种吃到饱 有人是看自己 爱吃什么吃到饱 我认识一个人 最喜欢吃玉米 所以他到那个吃到饱 都去吃那个玉米 没吃几根就饱了 他的八百块九百块就这样 还好都不是他出钱 这也是一种方式的 像我是先看冰淇淋 如果是高档冰淇淋 胃就留多一点 如果是很烂的冰淇淋 那就别了 就吃别了吧 有人汤啊 面包 我好喜欢吃面包 以前是我所有面包都要吃一块 还有蛋糕要吃一块 其他中间全可以省掉 所以基本上这是本人的那个 好 那把这段讲完再下课好了 一百八十一有一个有关 笑话或幽默的理论 他这边翻叫 预期的逆应 意思就是出其不意的这种情况 那他说第二段说 预期的逆应就是在 在心情紧张之际 来意出人意外的下文 其紧张缓和时 预期脑系得意快感 而发为笑 康德的所谓的 笑是紧张的预期 忽然化为乌有的情感 这个时候的这种情感 那这个后来有的叫 不一致论 或者不一致解决论 这我们在最后一堂课会讲到 所以这是讲幽默 最后他讲 因此我们知道 是有相当的人生观 参透道理 说话尽情的人 才会写出幽默作品 当然就讲他自己啦 无论哪一个文化生活 文学思想 是用得着尽情幽默的滋润的 没有幽默感滋润的国民 其文化必日趋虚伪 生活必日趋乍 思想必日趋迂腐 文学必日趋干枯 而人的心灵必日趋顽固 此期结果必有天下相帅 而为为的生活跟文章 也必多表面上的激昂慷慨 内心老朽眉腐 五分热忱 半世麻木 喜怒无常 多愁善病 神经过敏 歇斯底里 夸大狂 忧郁狂等心理变态 这是做文章了啦 这个没什么好说的 那林允堂我们就暂时说到这里 好 那个最后一篇文章是钱宗书的说笑 我这是在网络上不小心查到 查到以后呢 我一直没有很重视这篇文章 交了这么多年 通常我都说这章就跳过去 结果 那天很认真的看一下这篇文章 这篇文章真的是非常重要 我过去把他跳过去实在是对不起过去的同学 这样 第一个钱宗书是我非常敬仰的 我的偶像这样 这个他的学问非常的渊博 然后特别是渊博学问里面还能做出幽默来 这是我期望不及的 我年大学的时候他的管追篇那几本书 台湾有人影印 第一看完没有看完全部 我看了前面几部分 我就觉得哇学问可以做成这样 他的中文跟他的外国学问都做得非常非常的好 这是我这辈子我知道已经没有希望 也许我的幽默可以比他好一点 我的公开课可以比他好一点 这是我的有利的地方 他写了很多书 我还买了他一套他全宗书全集 我有很多人的全集 他的全集是其中之一 那我这跟蒋有青不一样 蒋有青是要练全集 要打爆人家的头 我没有 所以熊青啊就这个意思 好这文章很短 但是很每个地方 尤其林玉堂那个以后呢 这就非常有意思 这是写在 这篇文章在什么时候发表 都不知道 收在1941年的书里面 叫写在人生边上 那有几段很重要 各位可以听听看 那自从幽默文学提倡以来 幽默文学提倡是谁 林玉堂 卖孝就变成文人的职业 这当然是很讽刺一句话 卖孝不是一件很好 在中国传统卖孝 是基本上是指这个特种行业的女子 那有些女子说我卖孝不卖身 大部分女子是卖孝又卖身 所以卖孝变成文人的职业 这个已经就是把文人 已经讽刺到不行了 幽默当然是用孝来发泄 这里面要讲到 幽默跟孝的一个区别 这也是我没区别的地方 但是孝呢未必就表示幽默 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刘继庄的广阳杂记说 驴鸣似窟 马思是孝 如孝 马思如孝 而马并不以幽默名家 因为马叫起来像在笑 他说为什么呢 因为大约因为脸太长的缘故 这个真的很好笑你知道吗 我看他文章我就觉得 哇真的是幽默到不行 虽然我现在忍住不太容易 老实说一部分人的笑 也等于是马鸣萧萧 冲不得什么幽默 对有些人来讲只是笑 不是幽默 没有那个境界 好第二段 把幽默来分别人寿 好像雅里说的是第一个 他在动物学里说 你看他连动物学都看过 要不然就看过人家争吟这个 他动物学里说 动物学里面说 人是唯一能笑的动物 我以前念过类似的话 人是唯一会脸红的动物 所以是马克吐文说的 人是唯一怎么样的动物 在那儿的 近代奇人 这个近代奇人 到底是谁 我就不知道 他白伦托 有笑于死的一首十四行诗 这是我觉得他学问渊博的地方 不知道他是谁 我也没去查Google 略味 自然界如飞行走兽之类 喜怒哀惧 无不发为适当的声音 只缺乏表示幽默的笑声 不过笑若为表现幽默而色 笑也只能算是废物和奢侈品 因为人类并不都需要笑 从禽兽的名叫 紧够来表达一般人的情感 怒则失吼想怒 悲则圆提 我没听过猴子提 那猴子叫是听过 没听过猴子提 争则挖造 这个现在 我不知道你夏天在哪里 台大也许生态池可以听到青蛙的叫声 很多地方也听不到青蛙叫声 有一次我走到中正纪念堂 有那种假的青蛙叫声 我就听到青蛙叫声 我最后有青蛙叫声 还不是晚上 然后走进去看 好像有一个麦克风 有个扩大机在内 青蛙叫声 好可怕 连青蛙叫声都要用假的 真是我不知道 我是青蛙的话 不知道是什么感觉 我就干脆不吃蚊子了这样 抗议这样 让你们人都得到补蚊灯 得到得到这吗 非文证 好 欲冤家则如犬之废隐 见爱人则如揪之呼腹 呼腹就coeing 酷 可以不这样翻译 请问多少人真有幽默 需要用笑来表现 然而造物者已经把笑的能力 公平地分给整个人类 脸上能做出笑容 嗓子能发出笑声 有了这种本领而不使用 未免可惜 所以一般人并非因为幽默而笑 而是笑 而借笑来掩饰他们没有幽默 你看 这讲得很颠覆吧 笑的本意逐渐丧失 本来是幽默丰富的流露 慢慢变成了幽默贫乏的遮盖 于是你看见傻子呆笑 瞎子蹭逃笑 还有风行一时的幽默文学 你看 骂到不行了吧 笑呢是最流动最迅速的表情 你们从眼睛犯到口角边 口角边我们通常是流口水用的 东方说神意经东荒经中记载 东王公头壶不重 天为之笑 头壶不重有点像你们自己在家里 拿着垃圾桶当成那个蓝筐 以为自己是林书豪就一头不重 懂吗 就这意思 张华 张华是注解的 注曰天笑即是散电 真是绝顶聪明的想像 散电啪一下子很惨的 如果各位将来不知道什么时候 碰到绯闻症 绯闻症中间有一段 有一个部分 有人绯闻症是有散电的 你眼睛闭起来会有一道光 你闭起来还是会有 睁开的也会有 有散电 顺便跟你讲一下 据荷兰夫人 这荷兰夫人不是荷兰的夫人 这一个人名叫追忆录说 薛德尼斯密史 也曾说电光是天的灰血 wit 这当然已经开始展现自己的学问了 这个人说一句 那人说一句 笑的确可以说是人面上的电光 眼睛忽然间增添了明亮 纯稳间闪烁的牙齿的光芒 那要刷牙刷的好的人呢 牙齿还有光芒 不然的话你一笑都是黑齿 我们不能扣留住闪电 来代替高悬普照的太阳和月亮 所以我们也不能把笑变成一种 固定的集体的表情 经提倡而产生的幽默 一定是娇柔照着的幽默 这种机械化的幽默 像骷髅的鹿齿 算不得是活人灵动的姿态 你看这文词就写得很好 反对这种太过提倡的 不是发自自然 伯格森的笑论 有中文译本叫论笑与古迹 好像是这样 所以一切的笑呢 都潜于灵活的事物变成呆板 生动的举止 化作机械式 它引的是法文 不是英文 所以呢 付出单调的行动 莫不惹笑 像口疾 重复出现的单调 像口头习惯语 像小孩子有意模仿大人 这些都是当初认为好笑的 老头子常比少年人可笑 就因为老头子不如少年人灵便活动 只是一串僵化的习惯 老师越来越迈向这个境界 已经有大陆的网友写信给我 都说 哎呀这老头 有一个人 我的学生有上大陆的微博 他就输入我的名字 发现我在微博被讨论的还蛮多的 其中就有一个人就写说 晚上要听那小老头讲课去 小老头就是我 我什么时候被他看的小老头 他山东人嘛 大个儿嘛 小老头呢 好 所以呢 这个有意模仿大人 幽默不能提倡 有时候因为这样 因为这样就不自然 一经提倡 自然流露的弄成模仿的 变化不拘的 变成刻板的 这种幽默本身就是幽默的资料 这种笑本身就很可笑 就可笑 一个真有幽默的人 别有会心 心然独笑 冷然微笑 替沉闷的人生 透一口气 也许要在几百年几万里外 才有另外一个人 跟他隔着时间空间的河岸 默逆于心 相视而笑 我觉得我好像有达到这个境界 自己在看这篇文章的时候 现在当然没有了 假如一大批人 膝开了嘴 放宽了喉咙 嗓子 约旗的时候 成群结党大笑 那只能算是下等游艺场的 骨鸡大会串 说到这里 我要说明一下 我在纽约念书的时候 有一天 纽约时报 有一个新闻 说今天早上九点钟 还是几点钟 在纽约中山公园 有一群人 要跟宇宙和明 怎么做呢 就那些人就会围在 中山公园的一个地方 然后围成一圈 然后跟着 到了一个时间 就跟着宇宙一起这样 宇宙的声音据说是 就呼一声这样 然后看你能拖多长 就拖多长 不然那天晚上 新闻还有报道 原来好像从印度的 有一些人 就只有这个声音 我觉得蛮酷的 各位哪一天要不要试试看 据说是宇宙的声音 真的可以试试看 我觉得蛮酷的真的 好了 大家可以在家里试 你不一定要 现在不是可以联系吗 上网了吗 九点钟啦 我们来 哄 也许整个网路就挂了 或者这样吧 将来老师的告别式 如果有的话 你就发起说 孙老师以前上课有说过 说在告别式的时候 大家就来哄 吓 吓死一堆人 孙老师在宇宙的另外一端 也能感受到震动 这样 好 国货提倡 尚写真天的冒牌 你看这个是以前 1940年代 提倡国货就有冒牌的 现在你们很少听说 我以前在大学的时候吧 大学还是高中的时候 台湾跟日本断交 后来就提倡爱用国货 因为国货都很烂啊 大家那时候就很爱用日本货 就说啊 不爱国的人才用日本货 所以就要提倡国货 国货到现在也没太大进步啊 国货做的最好 大概就是电锅吧 到现在为止 大家对电锅都占不绝口 这样啊 如果用造造其他东西也跟造电锅一样 那不就很好吗 后来电脑听说也造的不错 好 何况幽默是不能大批出产的东西 所以幽默提倡以后 并不产生幽默家 添了无数弄笔墨的小花脸 骂人吧 挂了幽默的招牌以后 小花脸当然身价大增 脱离戏场而混进文场 反过来说为小花脸冒牌以后 幽默品格降低 一大半文艺只能算成游异 这不是没有文艺 小花脸跟着我们笑不错 但是他真的跟幽默者绝然不同 真有幽默能笑 我们跟着他笑 假冲幽默的小花脸可笑 我们对着他笑 一个是laugh 一个是laugh at 小花脸使我们笑 并非因为他有幽默 真是因为我们自己有幽默 所以幽默至多是一种脾气 这脾气是原来幽默的意思 绝不能标为主张 更不能当成职业 我们不要忘掉 幽默拉丁文原意是一体 换句话说 好像贾宝玉心中的女性 幽默是水做的 把幽默当作一贯的主意 或者一生的一食饭碗 那便是一体宁为固体 生物制成标本 就是真有幽默的人 若要卖效为生作品 便不胜看得 例如马克吐温 可是马克吐温是蛮好笑的 翻译的人也都翻的蛮好笑的 自18世纪末叶以来 德国人好讲幽默 而且欲讲欲不相干 我们现在没有人认为 德国人幽默 我上次看了这大陆翻译的叫屌丝女郎 那个德国女的真的超级厉害 20分钟的节目吧 有时候那个一个桥段是完全没有对话 就靠动作 我就看了以后笑到不行这样 屌丝女郎 总共有两季 每一季都只有八季 各位上大陆的网站有时候可以看得到 你如果说德国人没有幽默 你真的看看屌丝女郎 我觉得那幽默真的是超级厉害坦白说 而且那女的长得真漂亮 你知道吗 你突然认为搞幽默的人都长得很丑 你知道 他不是他真的长得非常非常漂亮 好 那他幽默真的有时候 有时候昏心不济这样 有的有讲话的 有的没有讲话的 然后都他演的 他跟他的一群朋友演的 然后几分钟就换一个角色 几分钟就换一个角色 超级好笑 好 德国人好讲幽默 然而越讲越不相干 就是因为德国人是做香肠的民族 错认幽默也像肉末似的 可以包扎的停停荡荡 作为现成的精神石料 幽默减少人生的严肃性 绝不把自己看得严重 真正的幽默是能反攻自效 他不但对于人生是幽默的看法 他对于幽默本身也是幽默的看法 提倡幽默作为一个口号 一种标准正是缺乏幽默的举动 这不是幽默 这是一本正经的宣传幽默 版的棉孔劝笑 我没有想到马鸣消消了 听来声音倒是笑 只是马脸全无笑容 还是拉的长长的 像追悼会后追悼会上后死的朋友 又像讲学台上的先进大师 骂到我嘞 大凡假冲一桩事物总有两个动机 或出于尊敬 例如俗武尊敬艺术 就收集古董 附庸风雅 或出于利用 例如坏蛋有所企图 就利用宗教道德 假冲正人君子 就骂别人了 幽默被假借 也想不出这两个缘故 然而假货毕竟充不得真 西洋成语称笑声轻扬者为银笑 假幽默呢 是掺了牵的未必 发出纵着呆目的声音 只能算是铅笑 还不是银 铅比银还差 不过银笑也许是卖笑得利 笑中有银之意 比如好比说 书中有黄金乌 孤背一说 供给词典学者参考 这是他的幽默文章 如果你跟我一样 在私下念的时候能够发笑 你的程度就跟老师差不太远 不过这是好事 还是不是 我也不知道 好以上呢 这些就是大概 我整理出来的 历史上相关的幽默的理论 笑话集 以及这个笑话的一些 或者幽默的一些说法 当然到近代很多人是有区分的 你刚刚看了这个 我们讲的前中书的说笑这篇文章 跟林语堂的那个论幽默的文章 都会有不同的想法 那幽默呢 基本上是认为比较高层次 是比较幽默一定有笑 或幽默也不一定有笑 但幽默有一些道德上的悲天敏人的关怀 那笑呢不一定有幽默 所以有一些呢好像有交集 有的时候又不是有交集 不同的说法 那我们为了教学上方便 有的时候呢就把它先当成同一字 不然有些事情很难处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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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 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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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